iPhone X除了一些基本操作功能和之前的型号手机操作功能有点不太一样之外 它也增加了一些很多趣味性的小功能 大家现在看一下短信功能 它加了什么样的新的内容呢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打开信息 在新西兰时候我们知道iPhone自带了很多小表情 当然这些小表情也很有意思 当然iPhone X除了那些小表情功能之外呢 它增加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小功能 首先呢 咱们能看到下方有一个三角的一个符号 那我们点击它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您喜欢的一个表情的样子 例如这个小猫吧 是吧 然后当我们脸朝向iPhone X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小猫也是在动的 哎 您这时就可以按右侧右下方这个录屏按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人资讯网的Ring 这时您就成功录制了一个有趣的一个小表情 对吧 然后当我们按右上角的这个垃圾桶的一个标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表情删除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小表情通过短信的形式发送到特定的指定的联系人 那我们点击右下角的发送 这时就发送成功了 当然在您的另一部手机上你就会看到这个小表情了 当然你也可以保存这个小表情长按这个小表情之后点击储存 之后呢 退出短信应用程序 那我们如何用刚刚录制的小表情发送在其他的社交平台上呢 以微信为例 我们先点击微信之后选择特定的联系人 之后选择点击右下角的一个加号键 像发图片一样选择图片 点击刚刚录制小表情右下角发送 这时您就可以把刚刚录制的小表情发到其他社交平台的好友手机上了 开始录制 嗨 华人资讯网 我是华人资讯网的R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录制